首先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Active Frontier 它也是一個免費軟體 那它主要是做什麼 是做我們講的叫做數位教材用的 實際上來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這個軟體呢 跟各位熟悉的常用的一個軟體很像 什麼軟體你知道嗎 你們簡報都要拿 對啊 所以 有人不會拋棄的請舉手 我可以讓你馬上回家 很難對不對 我們來試看看 首先你從這邊新建工程 開一個新的檔案 它也可以做螢幕錄影 只是舊版本不能抓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但是新版本不只可以抓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還可以有OBS藍綠幕去備 所以你不能用新版本有點可惜 但是沒關係 那我們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你看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空白工程 我們就開一個空白檔案就好了 反正PowerPoint會進來嘛 點一下 好 至於說專案的名稱你要放哪裡 這個應該都還好 首先就是那個大小 所以你按一下這個預設大小 各位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有打預防針嗎 有沒有覺得這些數字看起來很熟悉 有沒有比今年的流感準一點 今年流感疫苗不是預測錯的嗎 有沒有 1280乘720 1920乘180 那這個尺寸偶爾會有用到 什麼時候用到 你們平常報告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記錄到 接上投影機之後 好像螢幕會突然變小 因為大多數很多 比較舊的投影機 解析度就只到這裡而已 所以它就自動降低 就自動降低 不過原則上啦 說真的我們大部分現在錄的教訓影片 都會是至少這兩種 就是所謂的HD 以上的 那我這邊我就用1280乘720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把它按下去 再來 請問PowerPoint裡面一張一張你把它稱作什麼 我們通常都翻作投影片嘛 在這邊是不是叫換成片 不同名稱而已 所以我就至少增加一張 確定 好 這個已經有了 把它蓋掉 我先用另外一個名字 好 好進來了 那麼各位進來之後啊 預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應該會比較大 會像這樣 所以通常我建議各位 一進來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這叫自動縮放 自動縮放 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子呢 不管你視窗多大 有沒有都會自動縮放 有沒有 這樣我們在編輯 一般來說會比較方便 好 那我就把 投影片增加多一點 有沒有PowerPoint上針的感覺 熟悉度馬上增加 嘿 是的 所以我到這邊 我先把還是留一個就好了 那我要把影片加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有錄影片嗎 你可以加進來 從哪裡加進來 最標準的方法 叫做注釋這裡 有沒有 視訊 圖片啊什麼都從這邊來 當然你可以網路上的YouTube也可以 好 其實它這個中文並沒有犯錯 因為英文 它確實叫 Anonat A-N-O-A-T 這樣子 所以 中文查確實叫注釋 只是一般我們都翻錯 插入比較多了 好 那我就點這個 當然 我們 有介紹過人性的方法 你應該知道嘛 點到它 按著丟進來 好啦 按著這個也可以 把這個 好像都蠻短的 丟進來 你看我把它放進來 所以你知道我們剛剛錄影的 是不是1280x720 是不是剛剛好 當然 你可以在這邊可以做縮放 好可以做縮放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如果 我前面這一段是不是多錄的 還有後面是不是有一段也多錄的 因為會有回文的效果嘛 所以呢 你看一下這邊 各位預設進來的時候呢 在 中間沒有一個時間軸 你只要 在 上面這個齒規上面有沒有 時間軸齒規 隨便按一下 你看我在這邊 隨便按一下 有沒有東西跑出來了 有一個指標跑出來 那這個指標 有些同學 如果你有用過那個叫做威力導演的 你就會覺得 這個看起來好熟悉 因為威力導演是 一個指標 還有左右兩邊兩個小點 兩個小點 所以就給你選範圍用的 所以我就來看一下 我大概在這個地方 前面是多錄的 你看我有沒有把它框起來 對不對 拖椅出來之後 這個時候呢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刪除範圍 你就可以拿來用了 去掉了 一樣拿到後面這邊來 你看一下到哪裡 這裡錄完了 所以我到這邊 往後一拉 這裡過來過來 好 差不多在這裡 這個小點往後一拉 這樣子 有沒有就解決了 你就剪開了 那 不夠的 我就在這邊 是在增加空白的換燈片 再增加進來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再加入這一段的 丟進來 你有沒有覺得 把Powpoint拿來當剪接影片 好像也蠻簡單的 對不對 我必須告訴各位 現在有好幾款 雲端的影片剪接軟體 就用這種方法 因為其實 以往我們傳統都是在下面 有沒有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其實有時候 比較長的時候 確實就是這個範圍 就那麼大 不好剪 好那我們用這樣 剪比較簡單 那麼萬一你在錄製的過程裡面 你有聽過赤螺絲吧 對不對 錄錯了 可以像剛剛刪除 可不可以補錄插進來 可以啊 我可以插進來 所以我只要把油標 這個指標移到這邊 你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一個 有沒有叫分割換燈片 好 我就把它分開 我中間要補東西 我就按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後面的那段影片 變成另外一個投影片 前面的變成是一個投影片 所以 你應該知道 PowerPoint這個功能不會的 是不能畢業的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 錄其他內容放進來 也可以怎麼樣 咦 我們剛剛不是有YouTube影片嗎 可不可以把YouTube影片放進來裡面 可以的 你就來這裡 還記得我們考的那個第一題嗎 這個啊 我們考的這一題 我把影片網址複製起來 我就可以讓它在這裡面出現啊 對不對 而且很重要的 難道一定要從頭播嗎 可不可以從指定的地方開始播 很多時候我們看教材 假設是以教材為主號 我可以指定從第幾分 第幾秒開始播啊 這樣它就不用看那麼久嘛 確定 是不是就進來了 當然大小你可以自行再調整一下 不過現在這個比例是不對的 跟它這個影片的比例不對 這樣我們預設的播放順序就由上而下這樣播下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到底哪一段投影片播放的時間多久 你可以從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小小的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12秒 9秒 16秒 可是這裡是不是只有3秒 可是這段影片真的只有3秒嗎 不只對不對 所以一般它預設投影片 就是一張投影片是3秒鐘 但是呢 如果你要延長 你就可以點到這邊 點到這張投影片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定要計時跟過度 就在這邊 三千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單位是毫秒 請問一秒鐘等於幾毫秒 蛤 文學院都不用回答 哈哈哈 理工學院都要回答 一千啊 所以 這邊三秒鐘嘛 所以如果你的影片假證 你要讓它播比較久 你就把它 是不是加長 把它加長一下 你看這樣在這裡 有沒有就變30秒鐘 所以就看你的影片要多長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齁 那麼最後我們 這個 來我這邊到這邊停一下 就算衝很快 這樣 怎麼會這樣